大家好,我是老欧芳芳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 在中国租房容易遇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去找房租的路上 这个小孩也真的是的 越长大越调皮了 妈妈拍个视频都不安静 我们现在租的房子呢 存在几个大问题 第一呢就是马桶侧漏和马桶堵塞 这个厕所和客厅呢 它是连着的,只隔着一扇门 所以那个味道会散发出来 有时候吃饭都没有食欲的 妈真小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水管堵塞 最心烦的是这两个问题呢 居然碰到一块了 然后马桶又堵了 然后这个水管又堵了 这两个碰在一块就是 那个地方直接就不能住人了 那个味道真的是太那个了 反正你们是想象不到的 不知道你们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家里头呢经常被淹 那个水从厕所里流出来 然后流到客厅那里 然后三天两头的还要打扫 不止这些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个星期 那个热水管道也破了 热水器的水全都流出来 我们一个月一千五租的房子 问题太多了 真的是太恶心了 我们每年都要办一次价 我老公还说带着我和宝宝 东西都很多 每次搬家都很腻 然后他一个人的时候呢 拿一个包包一个桶就完事了 其实也是的 女生嘛衣服本来就比较多是吧 然后现在又带着宝宝 现在宝宝还在吃服饰 还有把他的那些服饰杯啊 六里杯啊啥的还要带上 光拉东西都要拉一两侧的 好啦 那也祝我们找到 既好看又漂亮又便宜的房子吧 感谢观看 拜拜